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做一道非常简单的菜 就是蒜蓉豆豉青椒炒牛肉粒 材料就是这三样东西 分别有蒜蓉豆豉酱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自己买蒜蓉和豆豉 加上蒜蓉豆豉酱 我就懒了 买了现成的 在香港带来 非常珍贵 还有四条青椒 这些青椒是我自己种的 还有大概100克的牛肉粒 不用牛肉粒 可以自己买牛肉 切片也无所谓 我们把青椒洗掉 之后我们就切了头尾 中间开拌 这样就挖走纸 这些青椒我已经去掉纸 如果你看到有这样的囊 你可以尽量把它撕走 这些白色的 可以切大块一点 因为我这些青椒很薄 它很容易熟 如果那些比较厚 切小一点都可以 我切到大约的尺寸 就差不多像牛肉粒 差不多大 完成 加少许油 加1斤蒜蓉 爆香 爆香了蒜蓉 豆豉后 就可以再炒牛肉粒 搅入一会儿 炒至大约六七十的熟 就可以下青椒 再炒三四分钟 就可以关火了 蒜蓉豆豉青椒炒牛肉粒就完成了 超简单方便又好吃 我这种青椒比较薄 所以很快熟 不需要炒太久 否则就不脆了 这两样东西都是很快熟的东西 所以非常快的一个菜 真棒 送饭一流